歡迎各位亦有全面進場 如果你是喜歡我的節目 希望你可以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話說根據公家醫院的最新工會 醫管局員工連線的消息指出 截至目前為止 已經有3230名醫護人員 簽署罷工宣言 距離最低的罷工門檻4000人 只是差770人 所以搞得整個罷工的機會 都相當之大 目前這3230人當中 護士佔了7成2 醫生佔了7.8% 專職醫療人員是11% 其他的支援職是7% 所以這個門檻 應該會在這個星期尾 達到 而根據公會的另一宗消息指出 截至目前為止 已經有超過18000名醫護人員 加入了新工會 以醫管局總共大約8萬名員工計算 參與率已經超過了兩成 可以說民意基礎都非常堅定 希望最終他們的罷工 當然是搞得成 可以向政府施壓 實施全面封關 而根據高登討論區的消息指出 在伊利沙伯醫院有4名醫護人員 不幸抽中了這個生死簽 他們決定立即賠償兩個月的薪金 劈砲不工作 選擇辭職 來控訴特區政府不肯封關 霸氣盡言 倘若這個消息是屬實 我覺得 都是人之常情 沒有理由要那些醫護人員 為著特區政府施政失誤 即是不肯封關來埋單 這樣 等同於白白鬆頭 我相信 不少市民都會體諒這個決定 另外 有一些醫護人員上網 踢爆一些消息 他們說什麼呢 在昨天 有一位勒敦治醫院的翁醫生 發了一個公開信 給醫管局總部 要求他們回應醫護人員的訴求 在同一天 勒敦治醫院的內科部門主管 大駕光臨病房 美其明說要關心同事 以及分享當年對抗沙士歷程的英雄史 實情為員工施壓 要他們謹守崗位 不要罷工 然後 在每天的監表 更加之出現了這個字句 就說 These records are kept for seven years 即是說這個記錄 出勤的記錄 就是會保留七年 而這個保留七年記錄的做法 正正就是會在2月3日 也就是新工會計劃罷工的第一天 開始實行 而這一名爆料的醫護人員就說到 說他們不會因為這樣而害怕了這班高層 高層越打壓 他們就越反抗 政府防疫失當 竟然要醫護人員填命負責 罷工 這就是他們的訴求 放上連登網站那裡 當然我相信 這也是不少醫護人員的心聲 沒理由 醫護人員為了武費來埋單 完全不公平 如果你一早封關 他們繼續在這裡搞事 那就另計 但是你是沒有做好你的把關的工作 你是沒有在防疫的層面 很積極地做事 這個特區政府 尤其是你這個林鄭根本上又不聽民意 跨黨派的要求 現在這個抗疫也不分黃藍 雖然那些藍絲還是很自私 但是 你到底什麼時候聽到市民和那些 跨政黨的訴求 是不是 封關就封關 這些不需要再請示中央 或者等中央拍板才去做 再等多兩等 就真的太遲了 林鄭想等到什麼時候呢 做益還是不做 做一半就不做一半 現在離開了大譜 封的六個關口 有十四個孔 一隻船發現了十四個孔在尋 你封六個小孔 那八個大孔就不去封 然後就等船繼續尋 有些所謂專家更好笑 經常彈出彈入 一時走出來說 現在封關已經太遲了 一時又說封關是一個好的開始 你想怎樣的 是不是 難道你看著這隻船繼續尋 當然封得多少就得多少 所以你又不乖得有些員工 有些醫護人員 他選擇跳船 索性不混 是不是 無謂就賺命搏 生命作賭注 無謂的 這些東西是 我昨晚還看到一個視頻 這一段的視頻 其實就是有一名的 上海醫療救治專家組組長 華山醫院感染科主任 張文宏醫生 對著一些傳媒發火 他就說到要將一線的醫生 全部換掉共產黨員相 其實他說的說話當中 都挺發人心醒的 香港那些高官 廢官 容官 也是值得去聽 他怎麼說呢 他就說 他自己每個星期都走進去巡訪兩次 為了 就是要令到醫生消除恐懼 另外他就決定了 將所有醫生換綱 換掉所有 由年底到目前為止的醫生 換成一些什麼人呢 換掉做科室裏面的所有共產黨員 他就勸那些共產黨員 在宣誓的時候 不是說過嗎 要將人民的利益 擺帶為 凝著困難上 他就說 現在開始 把所有的人都換下來 共產黨員上 再給我做出自己的樣子來 這個當然說得非常好 我覺得 簡直是拍案叫絕 擇地有聲 妙語如珠 他就說明 作為主任 不能總是 站在後面指手畫腳 不進去跟病人作出親密的接觸 而且更不能欺負那些聽話的人 特區政府的高級官員 藍絲 警察 你聽到這些消息的時候 到底有沒有自告奮勇 去自動請英加入隔離病房的服務呢 是不是 不要吵架了 既然說到自己是愛國愛港的時候 到底你們有沒有自己去報名呢 是不是 還是還去等被動地抽生死簽呢 如果是這樣的時候 就全部都是說謊 吹水不額罪 對不對 這一名的上海張醫生就說明了 不管這些共產黨員 是同意或者不同意也好 你都得上去 心理上為了信仰上去也好 是因為黨的約束上去也好 沒得討價玩價 肯定是上去 我說得非常之好啊 做得非常之好 是不是 陳肇始局長作為食物及福利局局長 加上衛生處處長陳漢怡醫生 到底你們會不會走進去隔離病房那裡 你進去那裡服務一下 不要吹水了 不要在立法會說這麼多廢話 全部都是牛頭不搭馬嘴的 一方面就說政府物流署已經爭取在全球採購 近日已經接觸來自多個國家超過140名的供應商 一方面又說 政府就不會向市民配給或者派發口罩 因為 政府就要確保醫護人員有足夠的口罩 以及衛生用品 即是說市民來來去去都是沒有份的 到底什麼時候才會把市民的安危 都納入這個 考慮之列 確保醫護人員有足夠的口罩 絕對是沒有問題的 絕對是大條道理的 但是市民又怎樣呢 現在就在說市民沒有口罩 市民罵口罩方 你有沒有著手去幫那些市民 經常又說這個禮拜有口罩 到了沒有 原來吹水的又是 全部都是 亂說的 喂 你答應不了 真的不要下爬輕輕 是不是 說完出來又被人罵多了 再加上這個所謂 省仔主席林志偉 今天又想肅沙 他又怎樣說呢 他就說 他又不反對有何柏良醫生的建議 就說應該派警員去巡查酒店 強行來到旁邊或者送酒來自湖北的旅客 只不過這個行動就應該要有醫護人員隨行 那就是怎樣你想帶的那些醫護人員 我相信那些醫護人員根本上是毫不懼怕的 如果你特區政府真的有這個政策的話 就肯定醫護人員隨行都沒有問題 因為反正在醫院也是做 出到酒店也是做 有什麼分別呢 你想帶人家 更何況就是 在澳門也是派一些治安警 走去將那些湖北人送邪 或者送去隔離營而已 都沒有醫護人員隨行 你香港警察為什麼這麼蛇鬼 這麼怕死 想著跟醫護人員攬炒 真是多鬼魚 人家根本上一點都不怕 對不對 而且你現在這個特區政府在搞什麼 既不遣返這些湖北旅客 又不將他們送去隔離營 原來昨晚派完 租了110間的酒店 發現有15名湖北旅客 這群巡察人員就向他們提供了衛生防護中心的建議 以及留下了對方的資料 有鬼用嗎 原來你刮他出來 就向他提供建議 你真是愚蠢 你一是有行動沒有行動 你找他出來把屁嗎 對不對 特區政府就是專門做這些 完全沒有作用的事 你做完這些事就當自己做了事 你又不趕他走 你又不送他隔離 你找他出來 你找他出來做什麼呢 請問是 如果他是感染了武肺的 那你很嚴重的 那些巡察人員 豈不是跟他有一個緊密接觸 對不對 跟他面對面在說話 那些人又不知道有沒有戴口罩 你找出來做什麼呢 這些十五個人是 蛤 你做每一件事 做每一個政策 每一個措施 你都有一個目的才行 找這十五人出來留下他的資料 他給你留了你 你又不知道 就算他給你留了你又如何 可能他也會隨時回到大陸 那有鬼用嗎 蛤 我不知道這些特區政府 那些決策是在想什麼 還有就是民建聯的 立法會議員 蔣麗雲又是離譜了 今天竟然間 就去立法會開會議的時候 就去質疑 而衛生防護中心的總監 王家慶醫生 他就去問人家 到底 將這個口罩 去翻征 再重用 是行不行的 人家就說沒有聽過這個說法 他就竟然叫人家回去再看看 但是這次的藍絲選民 竟然是沒有人去效法 蔣麗雲議員這個建議 是不是 用什麼這麼辛苦 去居神市排隊 你們所有人走去翻丁就可以了 把口罩重用就可以了 是不是 效法一下蔣麗雲議員的言論 要不去黃店排隊 要不去罵人家騙人 要不去罵人家沒有貨 對不對 不要排隊給點骨氣 拿口罩回去拿個精龍 翻證 蔣麗雲說有用 這一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 拜拜